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他 比如说他老在一种家庭暴力之中 这种家庭暴力之中呢 他又没有能力来反抗 他也不敢上法院去告 因为这个夫妻之间最麻烦的是你上法院告 一告 比如说把他逮到监狱里去了 你得到了什么呢 对 也没了老公了 你没了老公了 你孩子也没了爸爸了 你收入也没了 你更倒霉 所以他就不告 那么他不告呢 这又遇到一个对他态度比较好一点的 他就跟那个男人好起来了 美国电影这种题材 通俗电影我也看了好几个 都是这一类的 遇到这个呢 反正你就会同情挨揍的 因为他有各种的伤啊 被原来那个老公打他的 你说他那个老公的当然不是小生 那老公是小暴 是暴力 是小暴君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种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 我们报一个具体分析的态度 就现在咱们这个 我觉得从这个民间议论里啊 有三件事都不公正 一个呢 就是所谓处女情节 你看这网上啊 一旦说有个女的传出一个绯闻 或者说她不是第一次 好像我都很奇怪 这种心理我以为我已经解脱了 但是我没有 我小的时候会有啊 就是这个很小的时候会啊 20岁的时候啊 20岁的时候 中国的男人会觉得 好像要找一个处女 后来自己解放了 但是我今天发现呢 实际这种心理原来还很深 是很多人就会痛骂呀 就是这都还没想开呢 这是再有一个 就是咱们那天讲的 这个性工作者 对对对 对于所有就叫小姐呀 这些这些这些泼脏水 的这些话呀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情人 第三者 我觉得他就简直是就说是 原罪 这种人呢 他就不是不是好人 对 我想到这儿 我想明白了 为什么就是说这个 咱们这个话有起的是 因为这个北京遭遇西雅图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而起 然后咱们还比较了好莱坞 那个风月翘家人 Pretty Woman 为什么大家 我相信不论中国观众 还是美国观众 对那个风月翘家人的那里边 那个女性 按说她的出身更低 对 是吧 她是性工作者 对 妓女 都对她抱有同情 就哪怕她是一个童话 你都会觉得 因为她那个电影里面 把这个人写成了一个人 她就是一个真实的 这么一个 单纯 特团 单纯 单纯 对 活泼 有她的个性 有她的自尊心 有她的软弱 然后你觉得她是一个可信的 这么一个真实的 而不是一个打就标签 而这个西雅图里边 这个北京遭遇西雅图里边 这个小三 就汤伟演这个小三 真的是她把她写的太恶劣了 而且她和那个 就是那个男的 在北京给她钱的 这个男的的关系 是多么的空洞 那个人根本从头到尾 都没出现过 就是一个声音 而且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 我就给你钱花就行了 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内容的 这么一个人 也是一个标签 也是一个标签 双方都是标签之后 大家就会 就把他当标签来 狠揍一顿了 如果你但凡 其实是这个电影的失败 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他把这个 汤伟的这个小三 和这个人的感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除了钱 还有什么千丝万缕的 什么东西 他的矛盾 心理什么 全刻画出来 我相信 其实中国的观众 是会有不同的反应的 就会 而且甚至他会由此生发 哦 原来我们所谓的小三 里边是有这样 这样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好 而且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文学 当然现在有点凋零 但是我就觉得 本来是应该有一种艺术 它是起这个作用 就是让我们的心 不是那么坚硬 让我们知道 种种过去 我们以为不怎么样的人 原来他也是人 他的感情一步一步 有他不得不如此的原因 不是 您这个刚才 简营说的呀 都完全对 我都完全同意 但是呢 也可以换一个角度 就是咱们最初说的 这个不重要讲话的问题 就是现在咱们的 有些电影啊 喜欢写这个小人物 他通过出这个小人物的丑啊 他等于也在那 吐露一种郁节的这个心 小人物 我们既没有很高明 很高尚的表现 我也没有任何的本钱 我不得已的事 我什么都做 尤其是那个什么新移民呢 或者有移民企图 有移民倾向的 您先从那个入境开始 先从签证开始 您就 您就得 就得使用各种的招数 你等到入境 你又挨一顿训 然后您处处碰壁 他这里头啊 他有一点就是 为这个 从来说不出重要的话的人 这个 替他们宣泄一下 就 甚至于他里头带有一种 自虐的倾向 不是小人物吗 我们小人物就这德行 您说这有意思 那太炯 太炯 我正想给你提 太炯 我们都不可理解 说这有什么可看的 但是他就表达了这些东西 王宝强 是不是 像傻子似的 但是 我们小人物可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上哪看饭兵兵去 这就是所谓的屌丝 屌丝情节 包括屌丝这个词 他也是为了泄愤 泄愤 也而且有自虐 自污 自辱 自己贬 自辱 自愁 自愁 你本来自愁是一种很健康的东西 但是他发展一步 您说自辱 但是这个自辱背后呢 好像又隐含着一种尊严 对 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应对 他碰到的这种地步 而且说明屌丝也还是有向善的可能啊 这个汤维演的这个角色 闹了歪 您也不是人家 您说这将来咱们别想那么远好不好 说他跟这个 就是这个吴小生 吴老生好了以后 说过三年他又不好了 那咱们还管得了那个呀 是不是 过三年不好 等他不好了 他自杀了 不自杀的时候 咱们再上 强行三人情意 他要是还没死的话 让他们俩先好一段吧 是不是 吃过软饭又怎么了 吃过软饭 不能再吃一次硬饭吗 所以王老师 我为什么这方面非常钦佩他 就是他能够啊 这么样的这个宽广 就是理解 而且呢 你知道就是他 你本人是一个 我们都知道 Mr. Wright 他是一个正确 他是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这个这个这个 妻子已经前两年还过世了 对吧 这一他们两口子的爱情被人称颂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甚至是传统婚姻的持守者 但是呢 他对于人世间种种婚姻恋爱的选择 又能这样理解 不是个人的处境不一样啊 是不是 您也想这么着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有人想我这么着 他做不到啊 他有他没有我幸运呢 有可遇而不可遇 实际上像我这样是幸运的人 如果他不幸运呢 如果他遇人不输 如果他 真的正好像他这样的人才会宽容 就像我们说的 有的时候那个贵族会特别慷慨大方 而那个贫穷的人 他苦大仇深 你看我们这种观众的这种反应 恰恰你看 肯定多数人 其实自己的境遇恰恰是不太好的 比如他觉得我活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时候 时代 我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来做那个牛的 所以我就要骂这个 或者我是那个糟糠之妻 我管不住我自己 让我的男人跑了 所以我要打那个小孙儿 六六女士听说有一句名言 这是我的孩子告诉我的 就是说女作家受了男人欺负 有可能变成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能变成题材 变成写小说 能挣钱 他说虽然受了欺负了 还能够有效益 这是一种很健康的人生 画逆境为利益 就是画不幸为自愿 这个西雅图 北京英文西雅图 这好像也是一个女的 女编剧 这个女导演 这个女导演是她自己很想再生一个 你知道吗 所以 再生一个小孩 对 所以她一开始 她是对这种专门 你知道现在到美国生孩子 也是一潮流 香港人现在把人家香港 妇产哥病房挤爆了 香港人不让大陆人来生了 现在你知道去美国生孩子 是一条路 生下来美国人了吗 对 所以就成了一种坐月子中心 这么一种 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 这么一种现象 你说的这对 这个社会确实是有些 什么都得不到的 什么都没有的人 甚至于你知道这几天 你想出的那个新闻 都挺嗝的 就是说 一个小伙子 在温州那边 你听说了吗 公共汽车上拿个绣花针 专扎女人的屁股 抓着了之后 变态 有点变态 抓着之后 你知道他什么理由 他说家里领他相亲 这都相不成 这女的看不上他 可能自己性格上也有问题 他说 我扎一下这女的屁股 为了这个女的回头 看我一眼 我们俩眼神就能对上 她能看我一眼 让人家 什么事 为了你那一回眸 批评西雅图 这个还有的 还有一种 我知道的 就是从爱国主义的情绪 就是看到去那生孩子 到那受美国社会的刁难 或者轻视 就是推给中国人丢人 这个事情 我对他的看法也是 这个不是我最喜欢看的 我也没写过这个 但是既然有这种现实 那电影你得有了 也就有了 一个人也丢不到哪去 如果是要丢人 比这丢人的事 中国也不是因为 有这个汤维远的这种 女性才丢的人 咱们应该从别处找 咱们得丢人的原因 男人丢的人更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创造改变世界 世界因我而不同 似特酒 酿酒东方神韵 似特东方韵 这个咱们还谈咱们原来的话题吗 还是还接着刚才的 随便听 听逗领导的 听逗领导的 要听这个 我还是喜欢听 王老师讲讲这个 到美国生孩子的事 不是 到美国生孩子的事 不是 我就说这一类的事吧 其实 李安原来有几个电影上 也是表现这个 就是华人 当然他可能是 推手 推手 还有那个 反正他不止一个题材 这个 严格林的 有些小说里 他也描写到 就是那个 华人新移民 或者留学生 或者在那打工 人的那种窘境 这个确实是有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也不妨把心态 放的宽一点 那我们 我们中国有 有这个 登月 还没登月 神九 有神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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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的女性 也有各个方面的 大 大人物 还有那个 什么影响世界的 什么 最有形响力的华人 我们凤凰卫视 对咱们凤凰卫视 奖励了 说奖励了 水晶球了 这个 有这样的人 另外也有呢 这个 出去以后 混的不怎么样的 或者克服了许多困难的 这尤其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不必心慌 也不必着急 其实您这么一说 我倒觉得这个西雅图的电影 你要相比那个 差不多有20年前了 那个也是很火的电视剧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 其实这个心态 已经比那个时候要松弛多了 你看那个时候那种 就是华人到了这个纽约 混成那样 那气的就里边 那个男主角得打那个美国人 然后最后得睡那个美国女人 然后还往他脸上 往他屁股上还是哪 摔美金 就是说 才能出气 才能出这口气 才能养这个民族自尊心 你这个只不过是到那生了孩子 而且他最后 就是还在那儿遇见了真爱 而且这两个人也没说 就双双在回归祖国 两个人就在那儿 又又在帝国大厦 你说这其实引起了某些网民的 这个还是很紧的 这种愤青的反感了 说应该让那男的最后 应该吴秀波应该回北京来 他俩一个一块回北京来 找到真爱 再定居 但是这电影并没有这样 您说的这个也好玩 你比如说这个李小龙成龙 他们都有这种电影 就是演这个华人 唐山大兄 华人把这个美国人往死了打 往死了揍 揍的这个 而且不止一个满地找牙 真是这样 可是对这种电影呢 美国人的反应根本无所谓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信 当然你说他牛 他这牛是不是完全是正面的 咱们不说 是吧 可是中国这方面呢 他不放松 我刚才你这词说的好 你说现在这个放松一点了 为什么你中国他 他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 并不感觉到自己是 是非常这个这个这个 非常就是抬不起头来 无话可讲的这种样子 中国人这正好有个 就是不上不下的 这么一个尴尬 这个时候最不容易幽默 你看那黑人的幽默吧 有的时候他自己嘲笑自己起来 简直你都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自嘲 好像是一种彻底觉得绝望了 时的一种黑色幽默了 可是华人 我们自己跟自己能开玩笑 一出了国 马上特别紧 就根本就笑不出来 你知道 因为你有这个可能曾经牛过 现在又再往上走 这个时候你是最放不容易放松的 你知道而且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那您说就是还有一个 我也是觉得老是动不动就说 你比如说演了一个电影 就哪个明星入了美国籍了 就说什么不是中国人了 这个我一直也闹不闹 这也是网上一个最普遍的话题 我不知道都是什么人在骂 因为我觉得没有经过全面的思考 因为我就觉得他不管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你不是还吸引外资吗 你不还鼓励海外华人回来吗 他不管是哪 再者说了 如果是一个入了美国籍的中国演员 怎么就不能演中国电影的呢 当然 我一直不太理解 您这说的也非常对 但这个我觉得应该有所区别 比如说对政治家 对高级的领导人 我们如果是不是您 这个台湾也整天闹这个 说那高级领导人 或者已经一家子 全部都入了美国籍了 就等他这一个 他干的好就干 不干他马上就走 这样的人呢 你会让人觉得他不特别放心 因为你整个国家交给你了 权力交给你了 就像奥巴马的出身问题 有这么敏感 他必须得是美国人 才能当总统 对吧 这一样是政治家 反而像咱们现在有的 这个裸官 那是只有自己 有一中国呼叫 全家都美国了 美国呀 也很在乎这个 因为我这说的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就是那个洛德和包伯仪 在北京的时候 洛德是大使 包伯仪是大使夫人 为这个包伯仪的 这个中国血统的问题 推迟了一段时间 国会才承认 他可以通过 可以当驻华大使 包伯仪都和我们 都聊起过了 这个 说这个怎么会为这种事 好像对他还有什么怀疑 似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 但是什么演员呢 什么这些东西啊 就应该看的 做生意的 包括运动员 运动员 电影演员 运动员 有的他入了美国籍了 为什么 他方便 咱们说他就是为了方便 他不可能是为了政治的原因 因为那个演员在政治上 没有见他有什么 要干点什么活 他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分别 各种不同的情况 没错 咱们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西班牙失业率居高不下 经济恢复面临挑战 各地报报大规模示威游行 财政紧缩引发争议 专访西班牙经济和竞争力部 贸易国务秘书 加西亚乐加斯 风云对话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中华一脉自然出众 阿里山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而且我还有一个小人之心的一个发现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很多人拿爱国拿这种事去骂 我甚至老有时候看多了 我又会觉得他是认真的吗 他是真的 因为你知道骂起人来 拿这个武器是很有利的 你比如说民粹 不是中国人 这比骂你他之类的更有利 但是实际上你甚至会觉得 如果美国政府邀请他加到美国机 送你全家美国机 他可能不是假设这频频在发生 中国每年移民美国的人数一直在上升 对吧 那么有的时候 所以我会看 我说这是真的呢 还是演的呢 这个又有牵扯了 我原来我也是不无反感 就是网上搞这种公众声讨 道德审判 道德追杀 你说大家对一个什么事 对一件坏事 或者一个坏人感到不满 有所表示 这就可以的 但是那种就是 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水火上的话 搞得兴起 一下子起了兴了 起了兴了 跟那个生理反应一样 都跟着骂 这个他是 他这个就更让我联想到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 我就要说 您好像是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说文革在中国的发生是必然的 对 可能我们可以去追究 但是为什么有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么风生水起 全民参与 而且到今天 你还觉得于兴未休 好像他还要 他有时候 比如说 因为 你这个 你地位越高啊 你越有权利 责备别人 起码可以责备下属 你可以训人 我地位低 我能训谁啊 忽然网上找着一个 是吧 范宝宝 是 哎呀 你就骂吧 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机会 表达你这个怀忠不欲 怀财不欲 结果呢 就出现了一个 现在活该挨大家骂的一个 这么一个倒霉蛋 对 所以你看 他是愤怒的 语言是愤怒的 但是情绪是狂欢的 狂欢 哎呀 你这说太好了 他是狂欢节 狂欢节 搞得性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这为什么 他因为我们都不是大众 活过节 可以